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我們說一個人難搞的時候呢 意思就是說 他會很爽快的 很直接就把他不喜歡的事情 表達出來 我們說一個人好搞的時候呢 並不表示那個人 沒有不喜歡的事情 只是他把這個不喜歡的事情 藏在他自己的心裡面而已 康熙來今天邀請的六位明星 有的是難搞 有的是好搞的 然後他們有的人會願意 把他們討厭的事情講出來 有的人就藏在心裡 可是還是依然討厭這件事 我們要研究就是這些 所謂的妹妹嘎嘎 歡迎六位明星 你們好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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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大牌耶 他的墨鏡是明星專用的吧 是 髮型也是明星專用的 不是 因為我們以前 你的保鏢呢... 都在旁邊 那如果拿帶墨鏡 幹嘛還畫眼線 當然要 那等一下才要拿下來 這個是每一個人表演不同 因為我不是諧星 我是Idle 我是Singer 我想他的項鍊也是古董吧 很閃 而且兩隻鹿是對稱的 我走的路線是歌星 我不是諧星 所以我不是高校 他正在做一個跨時代的動作 就是他把他的右腳 跨到他的左腳上面去 以前是不行的嗎 聽說他最近才完成這件事 什麼意思 你們剛剛不是說 我們私下講嗎 因為我們這時候 你們很爛耶 剛剛不是說我們私下講 我不是上節目不要講 我們私下講 我看你很得意的 把右腳跨在左腳上面 我就在想 我們今天聊的不是美肝嗎 你現在是美肝嗎 你現在就是美肝 不可以講你翹二郎腿的事情 是不是 不可以耶 因為我們說我們私下講 就私下講 為什麼現在幫到電視來講啊 放棄多少人看啊 因為你翹得很順 這不是很值得鼓勵嗎 可是翹二郎腿 翹二郎腿到底有什麼不對 因為旁邊兩位妹妹都翹二郎腿耶 對 她以前肉太多 翹不過去 就是翹不過去嘛 我以前從來沒有察覺過 那兩位主持人 我們要不要改天屁一個話題 專程來講這個 他剛剛講泰文嗎 屁一個話題 我來講這個 屁一個話題 我們專程來講這個 好的 所以 我只是請大家注意一下 他現在可以順利的... 他又翹了耶... 翹得好順喔 你知道他們大家都習慣性的翹 只有選一力沒有翹耶 因為我可以自如的翹啊 所以你是割不住對不對 因為太... 太怎樣 我不敢講 那個好像會觸犯到 我跟妳講看看 因為妳沒有聽懂 沒事情 就是很好 沒有 因為妳翹 妳雖然有翹 可是妳沒有垂下來 那是為什麼 對啊 妳為什麼不能 像他們一樣這樣垂好 這樣啊 妳沒有垂下來 要貼住嘛 這邊要貼這個 妳沒有垂墜感 妳看連陳德烈 都可以很好的貼住啊 你的垂墜感 我懂 他腿短啊 不是啊 你不能講這件事 不能講這件事 我就是最恨人家講話 不要再講 對啦 私底下講就完了嗎 我剛剛收住就是 我忽然想起來 他恨這件事 不過講真的 那腿真的是還滿短的 只有曹靖明講 你也不敢翻臉對不對 我是很想翻臉 但是想說跟他翻了 還會被他罵得更慘 對不對 就忍耐 沒有啦 不是 因為我們對他要求不要那麼高 因為他不是愛的 對啊 你又不是靠 對 他是靠他們見水嘛 我很不喜歡人家說我六四身 你這是六四身啊 是六四身 是五五吧 六四 他說我的腳是六 不是 腳是六 哪有 亂講 腳是四 他來到一個沒有人 大家都要得罪他這樣 你可以站一下我看看嗎 是上六下四嗎 有嗎 你明明理 這樣叫做上六下四嗎 你什麼理啊 我覺得你是七身 上七一下 你幾年是 我五十六啊 我四十八耶 然後呢 我四十八 他這一身才好 他...他就我們不准聊 他這個不注意要聊 我四十八年是耶 對啊 你還是不腿短 他不會覺得你放太多東西了嗎 那當然我去... 我是idol 我是single 你是什麼 你愛個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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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一直要把我秉定成 我是搞笑咖就對了 他很聰明 他一定要打擊我 讓我激怒 然後讓微博啊 你每天就不氣對不對 大家討厭他 不要讓我得逞對不對 我受他了 他根本又沒有我紅 我根本... 你也有 有 我沒有 我都... 他現在是吹耶 而且你的笑子 好像比他的響耶 對啊 因為我的質感比較好 沒有一個... 一個實況的質感好 對 所以真的有人講過你腿短 讓你生氣嗎 最早是憲哥講的 憲哥講真的 對 不好意思生氣 可是後來他常常講兩三集 會講一次 如果上他的節目的話 對 那有一次 我實際上跟他溝通說 憲哥不要講這個 你要都當真 其實你看我根本沒有啊 我就很正常啊 他還是跟我說 見鬼啦 其實你是有的 你以前... 你不提這件事也就罷了 你提這件事 觀眾看應該就會覺得... 因為我本來不覺得 可是你之前一站 我就覺得真的是... 因為你也進入過我身材 那也是經典 後來我常常到處盜用你講我的 因為你不是有一次說 我像花生嗎 對 對 後來...後來我到處...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掉了 那項鍊掉 後來 這個夜市買的 不好意思 什麼夜市 那不是說你終於期間比較好嗎 馬上掉了 我跟你講 你這個腿讓人家不講 真的 因為他如果要讓自己腿長的話 應該要穿稍微高腰一點的褲子 可是讓他肚子太單 他沒辦法穿高腰一點的褲子 可以嗎 引起... 引起你... 引起你講話最實在的 你講實話 你不要學他們浮誇 對不對 你就正常講就好 不是 你只要說他穿這樣 不OK就好了 我覺得各花路各眼 一定有一些人會欣賞 這樣的穿著以及 你還講出各花 對啊 你會講話 你講什麼啦 他會生氣啊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他必須良心講話耶 他不敢得罪什麼 對 他不敢得罪他啊 怎麼 對不對 所以... 別有一番分... 這OK嗎 別有一番分解 你問妍妮婷比較準 妍妮婷講話也是實在的 哈囉... 妍妮婷 我告訴你講話最急的 你不會騙人的 對不對 你老公是打籃球的嘛 對不對 對 你覺得這個 穿著下面一個球 我講他好是得罪你 我講他不好 得罪他 玉琳哥 我覺得你比較在乎你的身材或什麼 因為畢竟你是靠臉吃飯的 他是靠臉吃飯 你怎麼知道我只靠臉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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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得這麼樣子 你已經不下去了 你幾天沒有吃藥 對不起 你怎麼講得出來 一直以來 我以為他像靠腦吃飯的耶 一直以來大家就說 是靠臉吃飯的 我不是講過那個故事嗎 找我簽名 我就簽完 你是沈玉琳 那你不是找我沈玉琳 先沒找什麼 我以為你是彭于晏 我不要沈玉琳 我以為你是靠臉吃飯 好像我不行都說出來 這怎麼接嘛 你不要接 直接剪掉你 好吧 我認為大家有 不可以被冒犯的妹妹高高 要體諒到別人 就是玉琳兄 如果不准人家說他腿短 是真的 你有時候太為難別人了 不是 因為你跟人家講話 都是看著臉部 沒有人看著腿講話 所以腿短不太會呈現出來 可是頭髮少是很容易 被人家注意到 而且反正你是靠腦吃飯 旁邊的人一直在指 你不是在指什麼 沒有 因為那個曹大哥 一直叫我看他的... 因為他在跟小孩子講話 那個肚子一直抖動嘛 他就找到很激動 我說你看他一直在抖動 曹西平是不是瘦了以後很囂張 對啊... 他今天不聊這件事 可是他今天一直在炫耀這件事 沒有... 而且他瘦了以後話更多 沒有... 他瘦了以後話病更多了 沒有... 他瘦了沒有話更多 他以前就是這樣 所以他根本對我不瞭解 我的個性是直來直往 我有什麼說什麼 小S 你最清楚我嗎 真的嗎 但是你不是在想一定這件事情 對啊 你每次看我你不覺得你都很... 有... So happy嗎 Yeah 對... 你看前面錄兩集 你根本都沒有笑 你看你看我啦 你笑得好開心 多燦爛啦 前面兩集我沒有笑嗎 有啦 對不對 好啦 今天要聊這個 被人家冒犯的事情呢 其實我們牽人家白目的時候 就白目的人常常不顧別人 在乎什麼事 就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然後我自己檢討了一下我 我有一些不能夠被碰觸的地雷 可是真的很難被人家理解 比方說你覺得化妝室 不准開電視機的聲音這個可以... 化妝室還是... 化妝室 這非常合理啊 合理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讀腳本 怎麼可能會被受影響 可惜你有沒有覺得 隔壁來賓那一間的電視機 常常開很大聲 很吵 你們不介意嗎 我介意 不會啊 我介意 而且你們忽略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節目 有時候要等很久 對 我當個電視是OK的 可是如果你在家裡的話 別的人把電視聲音開很大 那我不行 我可以接受電視聲音耶 我可以跟電視聲音一起...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開著 然後睡到天亮 耳朵有問題 不會有多好的人啊 所以你不會叫同一個空間的人 把電視音量盡量關小聲 不會 我老婆一上車就把那個... 那個電台開到最大聲 她喜歡聽歌嘛 我也OK啊 我還睡得著啊 你介意 在家介意 然後在工作時候呢 不會啊 沒關係 然後曹大哥是都介意 我非常介意 像我拍戲啊 我每次在外面 我就聽到化妝間 男主角 女主角睡得遠 在那邊嘻哈 在那邊講得好像... 結果我每一推開 大家就開始做他們的動作 就不講話了 這個尾巴有擴張到說 你走進一個空間的時候 大家都要站起來嗎 我不會 我只是我不喜歡化妝間 就是你剛剛講電視 或是什麼化妝間的人很吵 然後一直講話 然後三不五時 就是三字經文 所以幫你吹頭髮的人 跟你聊天可以嗎 盡量不要聊 最好不要聊 那如果到餐廳 然後代位那個先生沒有說 曹先生 你好這樣可以嗎 我也會不高興 代位的人要認出來 是徐小姐嗎 沒有 我是說 有一些人很周到會說 小燕姐 小姐 你好 我就覺得說 怎麼那麼有禮貌 所以妳不介意 我不介意 這裡應該... 大家都還好吧 這件事 還好 不用要撐... 撐殷琦小姐什麼這些吧 玉琳兄呢 最好是有 因為有時候我也會不高興 我們去餐廳吃飯 那個服務生看妳的樣子 好像完全不知道妳是誰 妳的... 妳的腿... 妳的腿貼不住 妳的腿貼不住 我覺得她翹腿翹得很吃力 對 妳要嘛 就Main 妳要硬硬嗎 那是個地方和戰對不對 還不要算了 不要翹腿 還在問他身子把他捧起來 算了 玉琳哥... 你幹嘛啦 對 像這樣的 所以妳說妳的地位 是不太習慣人家沒有認出妳的 她的那個表情好像完全... 有的人她不會叫妳的名字 可是她會偷笑 因為她知道妳是誰 OK 就有認得就好 那有的人一臉疑惑 因為我們... 都是假設人家認識我們 說有沒有位子啊 那一般好... 客滿 但是我會幫妳喬 一般都會這樣 那你如果碰到一種說 有沒有位子啊 有沒有位子 你有定位嗎 我是沒有 可是可以喬一下 喬... 妳沒看到人家排隊喬什麼喬 妳被人家這樣講過嗎 也碰過這一種的 因為他不是偶像 所以你有試著 要把臉弄得更清楚一點 讓對方認出來是妳嗎 後來是他的店長認出來了 店長一個箭步衝過來 搞什麼啊 神大哥 神大哥 有...位子... 那這樣妳就高興了 高興啊 後 黃中坤生病主演 Lulu把病房當Motel 她為了請去拋笑黃中坤 她已經在醫院一個人住院 她就走 對 我就帶了精油枕頭 自己的棉被 然後我就想說睡一睡看 那我睡覺是一定要戴耳塞 還有眼罩 那這樣病人需要妳的話 妳應該也照不醒妳 對啊 妳要把嘴巴啊 對啊 眼睛都打到血都流出來 她要自己打到血 那我配嗎 你知道嗎 搭飛機的時候 空姐看到妳 然後她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是做廠長 我姓蔡 然後請問先生你是林先生嗎 這樣你人家生氣嗎 那不行 那我也可能會... 他就... 站起來大吼嗎 真的沒有認出來嘛 你剛剛講到空姐 我想講 可是可是先讓我講一下 不是 因為嘛 我就坐飛機喔 我就碰到那空姐 對我很不禮貌 非常的生氣 你知道我這樣... 怎麼可能對你不禮貌 因為那個空橋不是... 你知道空橋有沒有出來 是不是很多人 我就看到老外一讓開的時候 突然下面是狗 那我就說那狗會不會咬我 我就說我是不是走了 那後面是我的朋友 然後那個空姐 就跟那個牽狗的那個人講 怕人家不認識她 真假 太過分了 你說音調是故意讓你聽見的嗎 不是 我朋友聽到 我朋友在我後面嘛 我走在前面 我先過去了嘛 我就回頭來 我就問她 小姐 你剛剛說什麼 然後旁邊是不是三四百個旅客 對 我就這樣啊 我說你剛剛說什麼 你再講一遍 我說我認識你嗎 你為什麼講我 我說我要認識我幹嘛 我說我要你認識我幹嘛 我說你誰啊 手拿開 牌子什麼名字 你什麼名字呢 他該是這樣是嗎 他當時是這樣是嗎 我自己手拿開 沒有 我不能很大聲 旁邊還有很多人嘛 然後我說你手拿開 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說你年輕輕輕的幹什麼 我得罪你的嗎 我要你認識我幹嘛 莫名其妙 真的啊 他當場你就落淚了吧 然後旁邊人就看我了啊 他當場有沒有落淚 他當場就完全傻眼 怎麼會有藝人這樣子呢 我完全失控啊 我到樓下 我就找他們櫃台了啊 找他主管啊 還找主管 對 我找他主管 我說你們在空小姐什麼意思啊 我浩浩一個度假心情耶 他為什麼說他不能... 他認不認識我 不認識我就不認識我 他認識我 我也還不想認識你耶 我認識你 對不對 所以他認識你 然後我下去找他兩個主管 不要教大家交假喔 然後朝他不一定要講 然後兩個主管喔 就一直跟我道歉 說他怎麼樣... 那講完了以後 那兩個主管還幫我拿心理包 送到海關這樣出去 結果我就睡不著覺 我早上七點半 又打電話到航空公司去 你會太激情了一點 你真的失控不屑 我很介意人家講這種話 了解 我上個禮拜去北海道出外景 然後回程在飛機上面 我跟聖主播坐一起 是 然後一開始就一個空姐過來 找聖主播 我們都好喜歡你喔 你可以過來跟我們一起拍照嗎 那聖大哥就好... 好... 然後當時我有一點落寞 對啊 因為我們出外景的時候 如果跟他站在一起的時候 老實講 我人氣比較旺 是真的 那我想說空姐 其實居然喜歡老的 放著一個少的這邊不願意猜 不要... 這也是什麼少的這樣 這沒到少吧 因為他比少的喔 甚至不如啊 對啊 然後空姐拍照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因為我們是商務艙的第一排 那前面不是會有一個簾子 他們都在裡面整理一些東西嗎 所以就拉起來 那裡面感覺很歡樂 嘻嘻嘻嘻這樣子 然後聖主播回來就很開心 就...玉琳 看到沒 我就沒什麼好氣嘛 就裝睡這樣子 你對於今天這些人當中 查大哥不用講 其他人有眉感這件事 你有驚訝嗎 陳德烈應該不用吧 對啊 年輕人幹嘛有眉感 LuLu也不用啊 LuLu看起來... LuLu是瑜伽老師耶 你應該很心平氣和吧 平常還滿... 其實烈瑜伽就是因為你... 他有一件怪事啦 他出國要帶全部請去出國 那個... 空一個皮箱出來 裝枕頭跟床單 對 因為我比較難入睡 他通常就是說 我出國的時候 一定要有自己的枕頭 然後更嚴重是要被子還有被單 就全部都要帶出去 那你知道枕頭很... 枕頭跟被子很占空間耶 所以我出國會有兩個行李 一個行李是專門放你的請具的 這是真的 所以連三天兩夜的也要帶嗎 三天還要很長喔 我一天就帶耶 妳以前會這樣嗎 我從小就這樣子 那妳知道去高雄 住一晚妳要這樣嗎 會啊...就是我只要... 像有一次我們去淡水 其實只有很近 但是還是要帶 那黃仲府也跟你這樣瘋嗎 沒有...他是... 我們還有瘋耶 不是... 但是因為我不可思議 我們行李是帶衣服 他這裡是請具 因為我們的行李是越小越好耶 可是還好啊 就脫運啊 可是他每半... 他每半年就換一批枕頭 然後換掉枕頭不丟掉 堆在房子裡耶 沒有 我就會... 這是這樣子就是說 我把它堆著嘛 那你如果出國的時候 你就帶出去 那你帶出去之後 例如說我去日本 你就丟在日本飯店 那你就會騰出那個空間 還可以裝別東西回來 那你就可以帶你的舊的 例如說你可能半年不要的 所以只要是妳睡過的枕頭 妳就認它 因為我需要枕頭裡面 要有一定的彈簧... 彈簧跟... 彈性啊 彈性還有那個... 要夠高是不是 對 它要夠高 然後因為那個被子 我講求就是它要... 知道了解 它要很軟 就是因為有時候... 你們這台名字很沒有理話 對啊 為什麼要這樣 我好像不可以 發言不兩種啊 妳沒有辦法講 紅鳳凰粉鳳凰嗎 紅鳳凰粉... 紅鳳凰粉... 紅鳳凰粉鳳凰粉... 紅鳳凰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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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面會髒嗎 那有塵蟎耶 有洗嗎 有洗枕頭套 可是裡面那個沒洗過 所以你有一次是叫你家人 聽你記對不對 對 有一次是那個... 我老公台中人 我們要回去住一個禮拜 然後開上高速公共那一刻 我就發現我忘記帶枕頭 我想說死定你 我就立刻打給我弟說 你現在立刻去我家 然後把那個枕頭包好 然後去叫宅集變說 現在記晚上到 無論要多少錢加什麼都可以 你就立刻給我去做這件事 然後就寄... 不是... 光每天搞這些情緒 然後這些每天 可以花這麼多時間 我說我沒辦法 我沒那麼閒工 寄不到就睡不好嘛 沒關係 那如果是去美國旅遊 對啊 那怎麼辦 也寄去啊 他就很難寄了 真的 所以我的家 我的那個化妝室 上面有貼一張 記得帶枕頭 所以剛剛你問說 黃仲坤有沒有陪著他這樣玩 對啊 他為了請去拋下黃仲坤 在醫院一個人住院 他就走了 真的假的啊 他一直很危險耶 你還拋開他 他還好 你壯啦 你看...這種很壯的人啊 很壯的人我們還要更擔心 因為有時候事情一來 都是突然的 對不對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他還在聊人生無常 不是 因為真的是很多事情就很突然 你說那個人好好的 他突然怎麼樣了 你就會覺得 不見得撞交那個... 對 所以像我今天看到沈玉琳 看到每一位朋友我都很高興 還好 因為你們很高興 我會見到朋友 這一次少一次 對 真的是什麼 聽得那麼堵啊 是這一次少一次 對 盧盧 那次他住院 所以妳這樣跑走 不是很不顧夫妻到妳嗎 對 他住在三軍總醫院 然後他因為他... 他是那個蜂窩性組織員 然後當天晚上我就想說 那我就陪他一起住嘛 我想說一定要的 可是我就帶了... 妳的家當嗎 對 我就帶了精油 帶了枕頭 帶了備擔 然後帶了自己的棉被 我是真的帶 然後備擔就是還把它弄在那個 醫院的那個床上面 然後我就想說我睡 我睡睡看 那我睡覺是一定是這樣子 我一定要戴耳篩還有那個眼罩 就是我睡眠的時候是... 我睡覺是很... 那這樣病人需要妳的話 妳應該眼罩不行 對啊 那妳也看不到 對啊 他真的點滴都打到血都流出來 不知道 沒有 我... 而且我的耳篩有好... 妳是去陪病人 不是去睡一個好覺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心陪他 你不應該戴眼罩跟耳篩 因為你就要看他怎麼樣 可是我看... 我看我睡不好你知道 不是啊 你睡這樣子 病人睡不好比較重要 不是你睡不好 我如果是病人 跟他陪伴的人 戴上眼罩跟耳篩 作何感想 我拿這個... 陳德烈誤處潮汐品頂的衣 陳月琳不忘再補一刀 我告訴妳 妳的版面我去給妳按讚 妳那邊可以嗎 還沒給妳算帳 妳不在意的潮汐品嗎 那我真的不知道 對不起 妳剛剛把醒起來 是... 曹大哥 真的不好意思啊 對 那我剛剛妳說講的 對 那有時候真的留太多 所以他沒辦法依依的戲 所以那裡不行的為什麼 我回應妳 那是因為我在乎妳 對啊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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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過一時就比較回 馬上 其實妳這樣子做裝備齊全 妳後來還是溜了 我到半夜差不多3點 我真的就是沒有辦法睡 因為那個空調還有味道 而且我還點精油你知道嗎 我還在那個燻香燈有沒有 妳想把病人弄死啊 妳 因為有的時候 不覺得妳點了什麼 妳不會還叫醒妳老公跟他說 我要走了吧 妳有叫他嗎 所以妳要走了 然後3點 我就睡不著 我就跟他講 我覺得後來我就睡 他叫計程車 太誇張了 我那時候有開車 他走不就自己走 還把病人叫醒幹嘛 我怕他早上起來沒有看到我 他會嚇一跳 那妳有叫人替代妳嗎 妳3點半走 所以妳走的時候還有說什麼嗎 他就說好 那他... 因為他也不能說什麼 就...我就... 我知道 妳就走了 可是這件事情他才... 因為他以後是從眼角這邊 就留下來 好 沒有那麼誇張耶 可是他事後有念這件事是不是 有 他念了差不多五年有 是滿值得念的啊 不是 因為這是五年前的事 我們差不多結婚 差不多三年...三年的時候 所以其實他還滿... 結婚八年內的五年 感覺是枕頭比我重要的感覺 對啊 這我生病的枕頭比我還重要 這不可思議 這個要是我的話 我會跟你拚離婚 我會覺得說 那表示你內心世界裡面 根本沒有那麼在乎 因為如果你要照顧病人 你一天睡不好又怎麼樣 我阻止眼耶 我要截肢的有可能 那個包含器 是免疫力下降 免疫下降是送艦會走人的 這很危險 這是妳的新產品 你這麼沒量現在出新產品 這個是什麼 這是裡面的東西嗎 這就是因為我常... 就是說睡眠有點障礙的人 這非常好 就是說他可以整在你需要 延展的部位 例如說脊椎啦 或者是你的肩胛骨後方 那因為他的這個原理 妳還叫他一點試一下嗎 可以啊... 但是問題是 剛剛聽到你的故事 先拿這個出來 我們會覺得有一點... 他只顧他自己的身體 然後完全不顧老公的身體 完全不顧黃仲坤耶 不會 牠很壯啦 快點來... 滿好多 沒有 牠有...牠有很多種 你教我最基本的一種嗎 好 最基本的一種就是 是踩的 不是躺的 然後呢 對 牠也可以躺 那牠也可以當成就是 女生的訓練的 對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去做訓練 這還滿方便的啊 對啊 然後牠也可以掛在門上面 然後還可以練哪裡 就是練你的手臂 然後牠還可以... 例如說牠還可以這樣 就是你把它放在膝蓋上 然後往後 然後可以做一個伸展 那這是練哪裡 他在練哪裡 背部啊 背部往後手臂 對 就是背部往後 手臂也可以 可是問題是 對 老公... 你看 妳就在忙這個啊 請問... 請問妳當晚回去睡好覺了 然後妳第二天早上幾點鐘去 中午 沒有 因為散了臉回去 妳不是答應她說 第二天一早就過去照顧她嗎 沒有 她其實隔天就出院啦 因為其實她也會 她如果後來念妳 就表示她不喜歡這件事啊 要不然她當時就會說說 LuLu沒關係 妳就好好在家休息 不要來管我了 這一類的 妳說她不care 她不care講五年嗎 可是...因為我覺得她... 她可能五年就生... 可是因為... 她的腳好了 她的腳好了 我覺得... 對啊 她的腳好了 她的心長瘋瘋瘋瘋瘋瘋瘋 妳今天變成指標 她的心變成一個瘋瘋瘋瘋瘋 對 沒有 其實...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老公他很了解我 因為我覺得... 因為他說妳睡不好 對 她知道我... 沒有 其實因為我其實是很... 滿神經質的人 就是說我只要一點點聲音 所以我才要戴耳塞 所以這個東西是妳要給 對瑜伽有興趣的人用 可是其實我覺得她還滿好 就是說如果... 如果說例如說 像肚子比較有一點... 就妳幹嘛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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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其實... 其實沒有 我覺得玉琳哥 她其實她不是腿很短 她其實... 不要再講腿 明明一開始 然後明明就說我的妹妹 剛剛是這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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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跟妳講 妳不是...妳不是腿短 其實是因為妳 那我是哪裡短 不是... 妳是因為... 對 因為我跟妳講 人的比例是這樣子 如果你這裡跟這裡 你這裡往上 然後你這裡小一點點的話 她整個比例看起來是漂亮 對 因為她肚子小有的話 她褲腿往上 她腿就長了 所以其實你們前面 在討論的時候 我就想講說 其實妳不是推斷 對 妳解開我的疑惑 因為其實我二 三十歲的時候 沒有人說我推斷這件事耶 我是後來真的四十歲過後 肚子慢慢大以後 才一直被這樣推斷 所以你應該買十本 我買十本 那妳有副眼罩嗎 副眼罩幹嘛 副眼罩看不到腿的問題 好 會不會謝謝妳 謝謝... 點菜的時候 會洛莉巴說的 一直問那個菜的成分 然後叫人家把這個份量減少 而且那份量加多一點 這東西擺旁邊 那東西不要加進去 陳德莉 這種人 我會... 我跟你同桌的話 我會翻臉 我也會 真的嗎 可是比如說炒一盤青菜 你已經知道說 你有來吃過這家餐廳 然後我點盤青菜說 對不起 我要一盤青菜 可是少一點油 然後鹽巴不要放太多 你如果能夠在十秒鐘內 講完指令就OK 有一些更討厭的 有一些是要問你說 這個松露是哪裡來的 然後它是罐頭的還是什麼 然後如果是什麼的話 它就要怎麼樣做 要不然的話那個東西要放旁邊 它就今天的時間 不要超過三分鐘什麼 這個... 有一些人更討厭 他也沒有問任何問題 他只拿菜單就這樣慢慢看 然後看酒蛋 一直看...我說 嚴禮婷主動打招呼 我覺得當場嚇壞潮脆皮 今天我的朋友說 他是背對我跟記者講話 我就這樣拍他的時候 瓜哥你好 對 我不認不出來 有一次票給素顏美女 他第一名 真的嗎 你們是那種 如果服務人員已經站在桌邊了 就希望趕快點了 讓他可以收工去 對啊 不然很尷尬 對 很尷尬 可是有的人就真的會 因為服務人員在旁邊 他會... 這會發生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耶 如果我是服務生 你那麼久 你都還不點 然後又一直碎碎唸的話 我回去跟廚房講 這會發生會怎樣 我以前做廚房的時候 加料 對 一定會加料 如果服務生來講 這是不好的行為 是真的 但是如果服務生跟我們講話 所以你們是希望客人 自己想好了再請服務生過來 對不對 服務生就是服務客人 可是你們要先知道要什麼 我就好幫你做處理 比如說你牛排要五分鐘 我就幫你寫五分鐘 你說這是什麼的牛肉 我也不見得吃過這個牛排 你問我 或是他吃什麼長大的 我不是看他的 可是這個你應該要知道吧 如果客人要問的話 但是如果說... 比如說吃什麼大概 但是比如說生產條件 或是什麼什麼的酒 不是 我跟妳講 因為牛肉是這樣子 就是牛肉... 他很熱門的 我就是個服務生啦 真的 因為現在的牛肉 他在講... 他在養生派 所以妳要替他長什麼 因為現在的牛肉是不吃草 是吃飼料的 那現在的鮭魚不吃海藻 也是吃飼料的 然後是染色的 所以他就是那個點餐 會問很多問題的人 一定要問... 而且要雞肉的來源 他跟你亂講 你怎麼會知道 雞肉的來源 你聽到沒有 雞肉的來源 不是 如果你去餐廳前 就應該知道這個餐廳 是哪個風格的餐廳吧 他店門口就會標擺一個 紐西蘭 美國 澳洲 吃什麼...會有 親愛的 我請問妳 所以如果跟你做同一桌的客人 大家都已經點完了 然後你漫條司也問說 這個牛肉 那個雞肉 這個鮭魚 你會感覺到別人 在看著你的眼光 在催促你嗎 不過我通常就是讓大家點完 我再來做最後這個詢問 像我在泰國吃飯啊 有家餐廳我幾乎天天去的 那就我不太吃辣的 因為泰國辣是辣到不得了 我常常去 我每次點這道菜 Gapau Gapau Gapau的意思是說打拋 Gapau Gapau 這就是有名的打拋 你聽我講Gapau Mu 這是我們台灣麻煩的打拋豬肉 我說Gapau Mu Pomeo Pin 我說我不要辣 Meo是不要 Pomeo Pin 就是我不要辣的 然後他就每一次來 我一吃一口就辣到整個人是 快瘋了 然後我就到底有一天我真的 他這個人還每天去 不是有毛病嗎 不是 因為很好吃 它是傳統的泰國料 所以你每次去他都給你辣嗎 對 連自己每次都... 他不整理嗎 是你整個不標準啊 所以他以為你要辣 什麼啊 他住在那裡...他住在那裡 他住在泰國 我告訴妳 妳的版面我就給妳按讚 妳都沒回應我還沒跟妳算帳 真的嗎 真的啊 什麼世界我做主她的主菜的節目 我們去跟他按讚 因為你們去泰國啦 我跟他在按讚 他還沒有回應啊 我有留過給他 你有問候說你們去泰國 他沒有回應我啊 對 我說我人在泰國啊 你們沒有找我來組一下啊 那是不是底下訊息 有大概500則 他看不見你的人 我不曉得嘛 我就覺得說 我去關注你們 這年輕人 你們來泰國我好高興啊 我都會留啊 像小蝦沒有回我我也會罵他啊 你這個太要求 因為他們可能不看 我都看耶 你不知道你的個人曹熙明嗎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對不起 對不起 是... 他很在乎這個 對不起... 而且他現在才告訴你 我都冒汗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這裡面是不是教那些 觀眾做菜 對... 他忍了這麼久才講的意思 沒有 我剛剛在後台 他跟我一打招說我臉很臭 他大概沒有察覺他真的 因為曹大哥 我就坐在那邊化妝了 我想說 這小鬼等一下死定了 對啊... 我為什麼 我根本有眼裡什麼都不回問我 我也沒碰到小蝦 碰到小蝦我也照顧他 曹大哥 真的不好意思啊 對 那個剛才我們就會講得對 那有時候真的留太多 所以他沒辦法一一的細開 那你為什麼會回我啊 我回你 那是因為我在乎你啊 對啊 你看他就... 他都在乎你 你會不會... 我是陳哥兩孩子 We love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We listen... We listen... 你女兒的臉色很俏 好 那你會不會問一輪 結果全部只有我一個人 回過你 就你回我而已 我有 按讚 顏力挺也有啊 顏力挺有... 因為我很在乎 下次我破音期的時候你要回 馬上 立馬 我錯耶 他跟我錯了 立馬 曹靖畢明 這個大家壓力太大了 完全要往那不能這樣檢查 我們有沒有回答 沒有啦 那是我是題外話 因為我是想給他們鼓勵 我說因為年輕人做一個主題 你的題外話好可怕 因為... 所以你幹嘛要一直去吃很辣 那你自己有受孽的傾向嗎 人就是很犯賤嘛 還是說你剛才講的是韓文 那個 跟音樂有關 就是遲到的... 遲到可以忍受的程度 如果超過那個時間數 就叫對方說不用來了 那不行 這樣太騎車 所以遲到的話 不能夠叫人家說 已經遲到30分鐘了 你就不用來了吧 不可以這樣 太尖銳啦 有原因的話可以接手 頂多抱怨幾句而已 可是不能這樣就不要累 所以對方幾分鐘 你就會說你不用來了 一個小時 我就會說不用來了 一個小時就不用來了 所以殷琦贏妳耶 她15分鐘這樣就對了 妳幹嘛 妳臉看起來那麼隨和 怎麼會這樣 她臉隨和 妳是一個隨和的 我沒有碰過她 妳沒有碰過她耶 她看錯臉了 因為如果... 譬如說我們約7點吃飯好了 那如果你7點10分 就跟我講說快到了 或者是開會有點延遲什麼的 那我就會覺得說 好 再等妳一下 可是如果妳在10分鐘之後 跟我講說有點塞車 那我就覺得不太行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妳開會遲到 妳一定在...之前妳一定會知道 妳今天會議不順利什麼 可能會延遲 妳可能就像麗婷講 妳要就是大概6點半 開會中間就是控不出手 來發簡訊啊 可以 不行 不可以嗎 當然不專業啊 如果妳是跟長官開會 妳還在那邊弄簡訊 如果她就是長官 就是不需要 她自己就是長官 她就可以了 所以妳有跟長官交往過 沒有 妳是妳的 麵攤 麵攤也是有長官啊 麵攤是講老闆的啦 長官是長官 麵攤就是也就煮麵的 然後有些是算收錢的 可是如果是長官 他還叫對方不要來 他就是夠囂張啊 對啊 對 就是麵攤 一般麵攤 麵攤 所以15分鐘妳就真的 傳簡訊去說 那妳不用過來了 沒有 我們是通電話 我就說 因為我們要約晚餐 我就說我不餓了 妳不用過來 接我了 他後來沒有繼續努力追妳 有耶 那就是妳的成功啦 就是妳為難他 就有更多鬥志啊 所以後來交往的有順利嗎 就是吃不到口 他就會更努力啊 交往的算順利吧 後來 還好耶 因為沒有啊 因為我就覺得這個人很會... 這個人很會遲到 我就懷疑人家 他後來又遲到嗎 沒有 他之後就很會控制時間 沒有啦 沒有啦 所以如果是姊妹濤也可以 姊妹濤也不行 因為姊妹濤如果我們交 就是在一起很久了 妳就一定知道我個性 我不會遲到 那我也希望妳就是不要遲到啊 所以如果跟妳約了說去看電影 妳會直接就自己進電影院去開始看 會啊 就像剛剛如果點菜 如果譬如說我們現在點一點 然後對方還在看那個的話 我點完 我就會說不如就先上 再給他一點時間 妳要先開始吃 對 他可以先上 再給對方一點時間 妳很女王耶 有小孩是不是很習慣遲到 是不是 那小孩就是會偷偷拉拉出不了門呢 我們有好幾...好幾對夫妻 一起出去玩過 然後我永遠都是第一個 那個到達拉比 然後小孩一定會洗好澡什麼的 而且是人數還是最多的喔 然後其他人就會時時的 那個下來 頭髮都還沒吹 他們說妳怎麼那麼快 我說因為7點就是7點啊 所以妳在拉比等的時候 妳心裡面有在想說 這現在怎麼不準時 就譬如說7點有零五 7點有十分 我就想說搞什麼 就是收好7點啦 每個人都有小孩 為什麼我就可以比較快 為什麼 我就... 我老公都不幫忙喔 這是我自己一個人的 我老公都不幫忙喔 好厲害喔 可是我真的覺得不要... 真的覺得不要吹人家 我前個禮拜 我們一個朋友發生一個憾事就是 那個女朋友一直吹 她男朋友說 妳到底要不要到 妳怎麼每次都遲到真討厭 她男朋友是一路飛奔 那個狂飆這樣子 過了20分鐘還沒出現喔 那女朋友說 妳為什麼遲到還是再遲到 一直傳...再遲到 後來那個男生 我傳兩張照片給她 是躺在醫院上的 說很可能我在妳的人生當中 會永遠遲到 因為她就是為了趕著 她一直吹...一直在傳染訊 車子開太快 就去跟人家發電訊 不是耶 還好 對啊... 對啊 快快的 這是人家的故事 這是人家的故事啊 曹憲平 沈玉琳廢話連篇 曉未曾當場下結論 我願意把最後一個弄給沈玉琳嗎 你說她的美感嗎 她聽嗎 不要聽了嘛 她講很久了 那陳可麗都沒講幾句 她在講 她可以不要講了嗎 我的美感跟玉琳有關 妳那個魚 妳那個魚三塊是真的是不是嗎 我跟妳講 如果妳來 魚叫做Pla P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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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時間的變成了 Pla Pla 我跟妳說 看到曹大哥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今天我從那個中天這樣 上二樓走進來的時候 他是背對我跟一個記者是不是 在講話 然後就看那背影疑似曹大哥 我想說 這如果我這樣經過他 他瞄到我的背影沒跟他打招呼 我就死了 結果怎麼辦 所以我就這樣排桃的時候 曹大哥 你好 然後我認錯 因為他沒放上素顏 不知道我嚇到我說 哪有血啊 然後... 然後就... 我真的人長一樣 然後你知道... 人家跟你打招呼 沒有... 你聽我講 不是嘛 誰你跟我打招我就知道 因為我看他那個樣子習慣了 就習慣了 我自己進門喔 我看他他的背影喔 然後他一講... 他很厲害 而且我... 不是 我真的要強調 他在那個微博上自稱四哥 為什麼 他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是四哥 有派行老師 你們家是不是 對...那所以... 所以閻立廷 教習慣 而且我有化妝 結果他一過去啊 跟記者 大家都瞎眼 那是閻立廷啊 我說是啊 他怎麼樣 被化妝耶 我剛剛以為我們認錯人啊 我們以為我們大家認錯人啊 因為我們... 因為我看到他都是化好妝的 我為什麼要講這張故事 我覺得今天還是你最惡毒啦 小燕姐 真的你講話 可是你是有化妝嗎 你講話我最有公信力 你不要再擦我兩刀了 我這是你有沒有化妝當時 我有啊 你有化 你有化 你當時有化 我... 那他怎麼會認我媚媚 我是出了名的素顏眉叉耶 真的嗎 那我為什麼認不出來 有一次票選素顏眉女她第一名 真的嗎 哪一次 不要講 我都會讓你開心耶 你還把他還幫你寫圍耶 演藝體 所以妳的頭髮 是不可以碰髮膠的 髮型師如果給妳噴髮膠 也要生氣 沒有 因為現在路很熟 他們都會知道我不噴 然後就會盡量... 可是總有髮型師是不知道 妳知道妳這件事嗎 對 然後我就會聽到那個嗶一聲 我就會立刻這樣 因為可能都在滑手機什麼 就是讓他自由發揮 然後一齒我就會這樣 不好意思 我不噴膠 沒有 因為我之前頭皮有... 就是受傷 然後他如果噴了 我就會吸壓力很大 就覺得妳要讓我一直落髮 然後生完小孩 又一直掉大量的頭髮 我很怕 我會禿頭 所以我就死不噴 妳不能講落髮師 陳德烈不喜歡聽這兩個字嗎 他有禿頭是不是 因為我都放下來 所以看不出來 他的髮線其實在這邊 而且... 陳德烈 你看起來 一點都沒有問題 你不可能在擔心這件事 我本來不覺得 可是我跟以前比 差很多耶 那是因為你以前髮線太低啦 不是... 是以前頭髮到這邊耶 現在是到這邊 你那不是髮技線高喔 而且你就讓他繼續髮啊 他眼睛... 我30 眼睛攻勢 比較方便 我32啦 現在就變成這個樣子 可是你的髮量算多的吧 這邊頭髮 可是全部都多 就這邊少 我覺得你沒有要塗 不用擔心 而且是髮膠噴多 真的會影響頭髮 而且是誰跟你講這種話的 這個是我有一次上那個 別台節目 然後小曼老師就說 你有點禿頭 我說 這樣子嗎 我不覺得啊 節目上我都說不覺得 可是我回到家照鏡子 他剛剛說小曼老師嗎 對...小曼老師 另外一個男人 對 然後我就回家照鏡子 好像是有點少 然後我在拿以前的照片 跟自己比 少好多喔 以前很茂密 以前不曉得什麼是... 你可以在這邊塗生髮水啊 很有效 都有 我還吃了什麼都有弄耶 你現在把這個 列為競技話題了 就是我不喜歡人家碰我頭髮 也不喜歡人家一直講 可是你根本就不要 在節目裡講 別人就不會講啊 他這有什麼可憐 可是我才剛度假回來耶 剛剛那個小曼在幫我梳頭 他說 曼曼哥 你最近壓力很大 我說對啊 他說 你看你又原型禿了 我說沒有關係 我已經習慣了 你現在講什麼 你會感覺到我們 他哀像是那個氣氏嗎 你還要原型禿啊 什麼意思 我覺得一再講 我們就要上香了 就是鬼剃頭啦 因為很多人如果看到 如果很會看到原型禿 會覺得錯 這是鬼剃頭的意思嘛 對不對 對 意思沒有錯 最後一個讓給神月妮嗎 你說她的美感嗎 要聽嗎 還是要... 不要聽了嘛 講很久了耶 講真實的 我們那陳德烈都沒講幾句 對 她在講耶 她可以不要講了嗎 那個魚... 那個魚翻過來是真的故事嗎 我跟你講 如果你們... 魚叫做Bla Bla... 新的魚是... New Bla New Bla 新的魚就是New Bla 新的魚 好了 我沒時間了 謝謝大家 不行啦 我跟你講 如果你們有那個朋友是捕魚的 就知道 有的規矩是魚不能翻面 好 因為你說魚不能翻面 可是這一面吃光了怎麼辦 你要那個... 這面吃光對不對 那個魚刺對不對 你要把它整個挑起來 我跟妳講啊 為什麼不能翻面 你們如果去住海邊的朋友 家裡面吃飯 你當然把那魚翻面看看 他跟你拚命 因為這個代表翻船 可是你又不是捕魚的人 我媽媽小時候住海邊 所以我們家小時候的規矩 就是不能翻 你爸爸是船員嗎 我爸爸不是 但是我媽媽規定的 你小時候去很多地方耶 我去很多地方 我爸爸是軍人啊 就要跟著他的部隊 所以你媽媽是覺得說 怕有翻船是不是 這就是他們捕魚人的規矩 小時候我有時候調皮啊 說我就放給你看怎麼樣 你拿我怎麼樣 我一翻完 跟著一巴掌就打過來 這個不是都知道老故事嗎 沒有 不準就是不準 對啊 他們不知道 他們認為翻語很正常 不可以的 對 不可以的 他也是說不可以的 我知道啊 你們是捕魚人的嗎 不是 我說捕魚人 他都有這個規矩是不可以的 可是我們常常翻耶 因為我們又不是... 而且我們家是這樣 齊心合力的翻 對... 你不要先給我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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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翻...這一翻還得了 很好玩啊 因為成功的話 你就說... 很完整耶 因為我覺得翻有一個樂趣 是它感覺到 好像又沒有吃過一樣 對... 而且它是一股勁到是那種... 對... 而且背面很好吃 所以有一些醬 所以不要說是 下次我們跟妳吃飯 他說你跟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們會一直... 他不說滿好 所以我們是故意 對啊 因為台灣四面黃海 你十之八九都會遇到 有這種不能翻與近跡的朋友 要尊重某些人的近跡 是啊... 所以今天合理的是... 不會啦 其實我平常講我是滿隨和的 那個有點太誇張了 對... 我不誇張 那是真人真事 我覺得罵就算了 可是還要去真事就太... 我像剛才講的每一句話 都是真人真事 我不加油添醋 不像某些人上節目 胡說八道 每個人送錢 把話拿出來講 我不是... 他要是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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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是演的